相关一提 马上请教值班总编辑 杜平先生 杜平先生你好 马平你好 应该说普京本来就不惧不怕奥巴马 那么在这次的环境下 普京是这种抢白损奥巴马 显然停 理直气壮 有什么样的背景 这个两个人相互在进行个人的攻击方面 现在已经打成了平手了 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 我是个人认为啊 从叙利亚问题一开始到现在为止 始终是这个普京还是占上风的 那么这次占上风的应该是更加明显 那么过去就是在联合国案例会 讨论这个关于叙利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普京手上拿这个否决票 所以基本上呢 还是钳制着这个奥巴马 那么这一次更加明显的一点就在于 奥巴马想打 然后到最后呢又撤回来了 那么这个不只是说过去那种状况啊 这奥巴马一直指责普京说是一个独裁的保护者 独裁的支持者 但是现在这个话都不讲了 为什么不讲了 是因为在英国 在欧洲或者北约其他的国家 很多人很多国家政府的领导人都持着立场 跟这个普京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在美国国内 国内的民意也是不希望打 美国国会是否要真正的决定要打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在叙利亚问题上 普京不再是孤单的 中国当然也是不再孤单了 奥巴马反而是比较孤单的 所以呢对奥巴马来讲 普京羞辱他一下 当然是感到很难堪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怎么样做决策 他有没有权利 或者舍得这个权利 利用这个权利 这个对他来讲是最为难堪的